现在用这个稍微小号一点的笔 这个我们开始画最深色的部分 最深色就用这个深蓝加深红 这个深蓝和深红 它在整幅画里面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变化 有些地方稍微红一点 有些地方又稍微这个蓝一点 那现在我们先画偏红的部分 所以让这个深红稍微多一点点 好 现在我们从最左边开始 这个在这个位置 它比较靠近中间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稍微给它来点细节 用这个小笔在它的边缘处 稍微向里面刷一些不是非常整齐的 这个比较毛躁的这个笔柱 好 然后在这些地方稍微强调一下 这样它前面这一组和后面就 它实际上它是退后的 这个亮的是朝前的 这个它俩的这个前后距离关系就拉开了 然后现在再到这个顶部这个位置来 它并不是一个整齐的这个边边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整齐的这个边 给它稍微点一些这个代表性的来画它的剪影 好 现在这边稍微来一点点 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些体现它体积感的 比较深一点的明暗交界线也给它画上去 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那现在开始再沾点这个颜色 仍然是红颜色稍微多一点点 然后在这些位置我们给它某些地方稍微强调一下 在强调的过程中也让它稍微往这个里面去一点点 把之前我们画的这个绿给它盖掉一些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整齐的一个不受光的这个平面 它有一些这个草它是冒出来了的 有一定的这个 它就把后面这个比较亮的部分给挡住了 好 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 那更加有一个冒出去的 来 在上面直接这样点按 不要拖动 好 直接点按